第六輯,削球打法 金章測試內容及具體測試方法 削球的銅章與銀章是與進攻型打法的測試內容一樣 但是由金章開始,測試內容與進攻型打法就不同了 請注意以下金章的測試內容 第一項,正手中桌拉或者供求 考生須於靈台1.5至2米位置連續堅或拉球 15球為1組,動作協調及命中達13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二項,正手中桌削球 考生靈台1.5至2米位置連續削球 15球為1組,動作協調、有磨擦及命中達13球或以上可得3分 考生於靈台1.5至2米位置連續削球 15球為1組,動作協調、有磨擦及命中達13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四項,正手或反手發下旋球 考生於自己反手位置可用正手或反手發側下旋球 每個落點最多發兩球 發球合規則,狐線好 有旋轉,落點到位,命中7球或以上可得滿分3分 第五項,接發球 在反手位半桌接不固定旋轉發球 10球1組,接發球方法正確 回球有質量,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六項,側身拉球或攻球 在反手位需拉球或攻球 10球1組,旋轉速度好,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七項,步發,跳步 先做20秒,同手步發 接著多球測試 左右兩大角跳步,正反手削球 30球為1組,步發靈活,命中27球或以上可得3分 以上七項技術球數得滿分可得21分之外 擊球動作,擊球質量和靈活性滿分可得9分 即削球金章,技術測試部分為滿分30分,合格為20分